Automagic 朋友们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车主真实分享的时段 那今天这个车主啊 其实我们等他有一阵子了 就等他用准他的车 试准了他车过来分享他的心得 他是谁叻 嗨 就是王格丽啦 OK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 就是我们自己的李总大哥了 啊 Hello 大家好 OK 所以李总 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有陪你去选车的嘛 就那时候我们看的是 Toyota Camry 嗯 Mazda CX-5 还有这个 BMW X1 X1 啊 所以三辆里面你最终选择了这个 Camry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原因是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选车的时候 我是以乘客为主啦 就是家庭为主 就是乘客做的舒服 嗯 空间要够大 嗯 呃 后箱也是够大 然后 我也是有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啊 你们的意见 还有我朋友的意见啊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驾 D-Segment 的 嗯 然后他换去 CX-5 嗯 然后咦又刚好 这两个我在纠结这两辆车 嗯 所以我就问他意见 他就讲 呃 加了几年那个 CX-5 过后 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 可是他还是觉得 D-Segment 比较舒服 比较好做啦 所以我就听到 诶 原来 加了 SUV 过后 他还是觉得 D-Segment 防车 真的是比较比 SUV 舒服 嗯 其实这方面讲真的啦 D-Segment 的 Sedan 啊 和 CX-5 它是一辆 C-Segment SUV 所以 那个尺寸上就是已经是小一号了 那其实在同一个价位上来讲 你如果要买 D-Segment 的 Sedan 的话 你能选的就的确是这个 C-Segment 的 SUV 啊 他们价位是一样的嘛 对 所以本质上 size 已经是小一号了 所以稳定性上多少会有一点影响 然后加上 SUV 的重型是比较高的 对 所以这种防车它的重型很低 悬吊的行程啊 摆动不会这样多 因为 SUV 高嘛 然后我们的路又不是平的哦 所以会有点这样子啦 所以这方面 SUV 的确它的这个摇摆会比较明显 对 因为我时常也是有跟你们去拍自驾的时候 我是坐在后面的 所以我试过很多 SUV 那种 很多辆啦 就是那种 C-Segment 的 SUV Segment 的哦 那个感受就好像比较遥一点点 然后我也不会说坐很久 也是多 20 分钟 可是那种感觉就是 会有点头晕头晕这样啊 可能我是不习惯坐后面啦 可是我坐在后面的后面就比较舒服一点 其实这方面坐姿也是有关系 就坐姿的话你的坐姿是 就坐比较这样子 比较 relax 一点啦 然后你脚可以放到很直 哦 OK 对 SUV 的话你是坐到很正 你的脚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坐姿我觉得多少也是会影响到 你的那个感觉 然后就从而影响到舒适性哦 嗯 那李总 其实这辆车你开了多久啊 这辆车啊 算一下先啦 大概 8 个月 8 个月到9 个月 8 个月左右了 开了多远了 Malich 多远 刚才你有看哦 Malich 的 11000 多对不对 我刚才有看 对 我都忘记了 OK 所以8 个月11000 多 这样这一阵子你开到来了 新车来了是不是 对 收发有什么问题 收发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保养方面呢 收发你做过几次 service 了 收过三次 service 第一次 service 我有两次 service 是 free 的 因为我的 SA 提供我 两次 free service 所以我就选第二第三个 因为第一个 service 比较便宜的 一千的 大概是百多块 所以第二第三就是 普通 service 换 它是 a wise 用 Semi Synthetic Sand 我也不懂为什么了 很特别一下哦 我就听它讲了 OK 所以过后才用福利了 OK 这边我们就放出这个类表给大家参考 一下这个价钱了 哇 这辆车真的是很好做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坐姿啊 因为我本身其实对这个坐姿是很讲究的 就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低一点的坐姿 然后脚可以伸直一点 这款 Camry 的这个坐姿 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很好做 很 relaxed 所以李总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那你 so far 开了这八九个月 你觉得这辆车有什么优点的缺点 优点 它就是很多那种 那种什么新的 安全配备叫什么 Dolta Safety Sand Dolta Safety Sand Dolta Safety Sand TSS 所以第一个就是那个 Lane Keeping 那种 就是有时候我们长途回Hometown 会蛮时常用的那个 因为它会只保持你在同一个Lane里面 对 你的车如果稍微偏左或者偏移 靠近那个Lane 它就会WARNING你 然后它的STERING 也会帮你 摆回来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是蛮好用一下的 我是觉得 然后再加上它那个 DRCC Dynamic 主动是定数计划 它会跟着前面的车 你可以选那个速度 然后那个Distance 基本上你的那个油门是不用踏的 对 你的Highway你直接是RELAX 这样子驾车 你就是STAND BY 你的BRAIN STAND BY 你的STERING 这样子 就比较RELAX 没有这样 没有一直要Focus 金身没有这样紧风 对 这个是它的优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头灯 自动眼镜光灯 即将眼镜光灯 就是晚上有时候会用到那种 你知道HOME TOUT的路 是完全是没有灯的 对 没有接灯的 路又小条 对面又有车来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开着大灯 这个功能它就是 对头车一来的时候 它的大灯它就自动 它的高灯会自己变成低灯 它会关低灯 然后在车过了过后 它又开回大灯 这个是很好用的 这个东西我也是 在我每次拿TESCAR 然后回Campong的时候 就像你讲 走那种Campong路的时候 哇 超好用 它如果有那种可以闪避 就是它开着左边的高灯 可是右边会自己关的话 会更加好 哇 那种是Lexus 的顶级 是 那个是HANATAS的功能 嗯 还有就是 我现在讲其中一个优点 就是它的驾驶 嗯 HANDLING 方面 你看它这辆车这样大辆 其实它的操控表现 实际是蛮不错的 它很灵活 它不会说 因为你大辆就很笨重 是 因为平时我家 我老头的Wellfire 嗯 那种就给你的感觉 就是比较笨重一点的 因为它真的是大辆嘛 它没有这样灵活 啊 没有这样灵活 可是这种它不会 它因为 我不懂是不是因为 那个TNGA 的问题 是 这个就到我上场了 它其实是因为 这个TNGA底盘的设定啦 然后整个是比较偏向运动化 所以Toyota 其实这一回 它做这个TNGA底盘 它是很注重在那个驾驶感 它要重拾它之前那个热血的感觉 所以其实我之前也是开过这辆 一阵子 我就觉得它的这个方向方很紧凑啊 很灵敏啊 很direct 所以转一点点 那个车就有点摆动了 所以你会有一种很灵活的感觉 对 嗯 就算这辆车是辆D-Segment 然后以Toyota以往的standard来讲 这辆车照理来讲会很笨重啦 可是 包括以前旧款的Camry 其实开起来 都稍微有一点笨重了 可是这个新款的真的是很 很灵活 整个就很灵敏的感觉 这样子讲的话 这个Toyota Citizen 对你的这个日常驾驶 你的生活啦 是有帮助的吗 有有有 嗯 因为我其实 很多人都讲这些东西啊 没有东西啊 什么什么啊 这样子啊 所以我就真的是很好奇啊 有了这些功能过后 对于日常 平时这样子开车啦 在市区也好 在Kampong也好 回家乡也好 开厂都也好 的确是有帮助的 这个东西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有的话肯定是好过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精子 Fly Sport Monitor Fly Sport Monitor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车媒 是应该要有 去告诉大家 这个东西真的是好 真的是有用的 对 嗯 然后还有什么优点吗 呃 这个优点就是 暂时是这样子 现在我讲一下 缺点 啊 缺点的话就是 跑Highway的时候 嗯 稍微跑快一点点 百亿这样子 嗯 那个风声就开始明显了 是算是一个 蛮正常的缺点 缺点 嗯 可能就是要加那些 隔音条 之类的 可是说话我是 还OK啦 我其实对那种风声 没有说很 是跑到百 什么速度的时候 大概百亿以上 哦 OK 不过也是不要跑更快的 嗯 不过讲真的 其实这辆车 我现在这样做啊 我是觉得这辆车的隔音超级好 已经有 普通这样说的隔音是不错的 对 所以可能一方面就是因为 这辆车全部地方都很近 所以你跑快的时候呢 风声就特别的明显 其实它可能不是超 它是特别明显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 就是它的那个 Keyless的那个 那个Button 啊哈 只是有Driver那边有罢了 Passenger是没有 哦 OK 哦这辆车只有一边有啊 对一边有 这个有一点点不方便啊 因为有时候我在我女儿上学的时候 我在那边抱它过后 我需要跑过来这边锁门 或者我就是要拿我的锁匙出来 对 锁门 就比较麻烦一点点了 也是 就Keyless本来就是要给你方便 现在是OK 哇这个我没有想到的 嗯 OK 那接下来还有什么缺点吗 等一下 还有什么缺点吧 还有一些小缺点啦就是 嗯 这辆车有那个Wireless Charger 嗯 不过那个Wireless Charger的 那个电力是有点小啦 因为有一次我的电话是完全没有电 嗯 我放下去 等了很久 十多二十分钟 它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了 嗯 我相信它的电力是很小啦 需要满长的时间才可以 比较没有说很好用啦 所以我就到现在都没有什么用那个Wireless Charger 因为 它 它的那个很平 它的Wireless Charger 它不像有一些车是比较熬一点点下去 嗯 它不会hold着你的电话 哦 所以你驾车的时候 好像你有by左by右的时候 它就会移位移动 对啊我这样子看 它这边有点大个啦 对 它移动了过后 你的Wireless Charger 它会自动stop的 对 因为它是要放到每一每的这样子 它才Charger的 对 所以过后我就发现 啊其实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就当时小缺点啊 反正用Cable 用Cable还快点啊 对Cable还快点 嗯 所以这辆车 2.5 NA 然后六速自排 也是许多人都吐槽啦 是旧Engine啦 它不是Dynamic Force 不过其实对你来讲 对我来讲我主要的不是动力 如果我要动力的话 我可以选择那种Tubo Engine的 很多选择 嗯 嗯 2.5 因为我之前也是1.5 NA 对 现在2.5 对我来讲 它不会说不够力 嗯 我觉得是OK啦 很够用啦 我是觉得刚刚好啦 嗯 那其实我之前有试驾过这一款Camera 然后我也试驾过RAV4 2.5 Dynamic Force 其实这两者的差别 如果你问我啦 我是觉得 就只是那个新的Engine 它稍微 因为它多了两个Speed嘛 Bus 嗯 所以换牙方面比较 比较密一点咯 你不会觉得 好像要嗯嗯嗯嗯嗯 那样子啦 but这个Chill的六速其实也是很OK 加上这一回Toyota的tuning是很积极 我是觉得你应该驾驾了 你会觉得它的反应是蛮快的 对不对 so pickup也是很轻 so 我反而觉得其实也OK啦 然后油耗方面应该OK吧 油耗啊 你不用expect 2.5 Engine 的油耗会好啦 嗯 平均我是油耗是7-8 km per liter 7-8 km per liter OK 哦 OK 哦 OK 所以 7-8 km per liter 然后平均打满油是大概100块 是95了 百出块 然后97大概是130 嗯 我试了没有差 两个 对我来讲 那个油耗是差不多一样 嗯嗯 都是平均到一个400多 接近500 这样 如果我脚轻一点 就可以到500 通常都是满缸都是400多 嗯 你这个400多是City Drive City Drive 嗯 很傻 因为现在都没有跑Highway 所以就是City Drive OK啦 这样2.5 NA来讲 我觉得是还蛮接受得到啦 尤其是City Drive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长足的话 这辆车表现应该会蛮好一下的 嗯 嗯 以一辆D-Sermon Sedan来讲 我觉得相当OK了啦 嗯 对我来讲是够用 我觉得就OK了 是 而且NA vs Turbo 的话 NA又多了一份 身心啦 对 Service 方面可能也可以省一点点 然后 对 没有这么多麻烦 因为Tubo Engine 我听你 我看你那个video是讲 蛮 很快很快就要一直去换那个黑油 要一直去 take care它 不然 你知道 需要比较细心啦 所以好像如果是讲像你这样子只是要带步的话 我反而觉得NA的话其实都很够用啦 因为你对于Performance 甚至也不讲究 嗯 所以刚才这样试做了你的车一轮过后 我的确是蛮赞同的 这一辆车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啦 就它以家用来讲的话 真的是很好做的一辆车 而且隔音很好 整个很Refine 的感觉 而且又很好开 重点是我觉得这辆车是 的确是比SUV还要更加的好开啦 所以你选择的算是没有错啦 只不过我觉得 你觉得多少 你应该还是会有想要它进步的地方啦 如果讲到这方面的话 你觉得它有什么可以再改进的吗 呃 改进的就是像 好像刚才我讲的那些缺点啦 如果它可以 improve 掉那些 spec 可以再更加多的 spec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投诉啦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 OVERAL 你觉得这辆车买的值得吗 我就是觉得蛮值得啦 嗯 OK 好啦 今天的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辆Camry 整体的表现如何呢 你对它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发表你的意见啦 还有就是如果有这一款Camry的车主们啊 你们有什么心得 或者是你们有遇到什么 你懂没有遇到的这个Homping之类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和大家分享啦 分享你的故事 好啦 今天的这一期的这个车主真实分享 就到这里结束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就是如果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很有用的话 就分享出去给大家看 当然不要忘记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